台北捷运在被投诉有老鼠之后呢 又传出有蟑螂在车厢里头攻击乘客 民众投诉呢 上个月18号搭乘淡水线的列车 车厢里头有飞天蟑螂乱窜 而且爬到他的小腿上 让他连日来搭捷运都有心有余悸 而对此呢 北捷表示呢 捷运今年接获了反应蟑螂有21件 但是车厢之内没有蟑螂生存的条件 推测可能是从机场或者是呢 旅客攜带的行李带进来的 已经加强消毒了